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周二表示 美日韓三國正在就共享 朝鮮導彈信息協議的細節進行磋商 朝鮮在過去一年中 加快了發展彈道導彈的速度 引發國際擔憂 為加強合作 共同應對朝鮮核武器和導彈威脅 去年11月 日美韓三國首腦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 表達了三方實時分享朝鮮導彈數據的意圖 松野博一表示 日本防衛省正在積極推進協議進程 同時 他再次強調了日美韓三國合作的重要性 松野博一認為 美國是日本和韓國的重要盟友 隨著最近日韓關係的回暖 三國之間的合作對維護印太地區安全將起到更大作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于良、張躍欣綜合報導